世人皆传 角度与忍者之城牵手铸肩交战 仅仅只是800里外向铸肩扔了个手里剑 角度的手里剑真的能飞800里吗 今天我们来证明这句话的真伪 必须知道手里剑飞行的距离 首先要计算的是手里剑脱手时的速度 这是我们建模可得 手臂挥动的角度刚好90度 挥动半径正好是单臂的长度 那么第一步就是计算手臂挥动的弧长 角度身高1850米 其中63.2千克 挑战也一样 踏跃资料可得 人体双手臂全长与身高成线性关系 身高1850的角度 双臂长为186厘米 单臂长为93厘米 利用弧长公司可得手臂挥动的弧度是1.46米 角度作为精英上人 挥动手臂完全可以一瞬间完成 这一瞬间是多久 优酷视频HD2180P的格式是50帧 我们可以假设角度只用了50分之1秒 手臂挥动过程中 手里剑收两个力 一个是向心力使其做圆周运动 另一个是切线方向的力使其加速 由于切线方向的力产生的加速度始终与线速度方向相同 我们近视认为 这个加速过程与在做云加速直线运动的手里剑效果相同 其中位移等于圆弧长度 利用云加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共识和位移共识 很轻松可以算出手里剑脱手时的速度为146米每秒 手里剑脱手后的运动模型为平抛运动 水平距离为146米每秒 假设手里剑刚碰到柱间时 角度和柱间正好距离800里 这样才满足800里扔手里剑的条件 将平抛运动分解为水平的匀速运动与数值的自由落体运动 以上均忽略空气阻力 射手里剑飞行时间为T 水平位移S1等于146米 数值位移为S2等于4.9T平方 直线距离大S800里等于40万米 由直角三角形公司可得大S平方等于S1平方加S2平方 哼哼 简单的二次方程 可以算出水平距离S1等于42千米 数值距离S2等于398千米 这两个数据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角度想要自己的手里剑飞行800里通到柱间 自己需要站在水平方向距离柱间42公里 且数值方向398公里的高空 42公里的水平距离暂且不论 就这398公里的高度都快突破大气层了好吧 按照大气层划分规则 400公里左右为卵层 温度可达1000度以上 空气密度为地面空气的百亿分之一 你能想象一个1000多度且不需要呼吸的角度吗 角度和柱间这次交手细节已无处考证 不过至少我们用计算证明 800里外扔手里剑纯属荒诞 既要赚钱 还要让手里剑飞那么远 它太难了 你们觉得这次计算简单吗 上期视频我们做模型模拟的螺旋手里剑的旋转 有的同学就要问了 理论是有了 什么时候能够真的螺旋手里剑出来啊 这东西没玩过体会不到 我惊了 居然还有人想玩真的螺旋手里剑 总是周知修炼人数的第一步是凝聚查克拉 人和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 我曾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试图体练身体内的查克拉 而结果却只是一个屁 体练不说查克拉不要紧 我们可以看看四股气流高速旋转的视觉效果 于是就有了上期视频 怎么样 看看是不是和真的螺旋手里剑一模一样 上期视频的原理是让PC前端页面实现图片的旋转 这里面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PC屏幕刷新率 我这只能固定60Hz 为了照顾到全部观众 视频只能按照30帧来渲染 30帧视频带来的效果就是旋转卡顿 只能看到视频模拟器流的反复抽搐 这不对劲 不是一个螺旋手里剑该有的样子 那么有没有一个方法能让每一个人 都能玩到一个真实的螺旋手里剑呢 有 那就是提高设备屏幕的刷新率 有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刷新率的含义 我们平时看到视频 本质上是告诉连续切换的图像 小时候玩过的翻页连绘画画 里面就是一张张都做连续的图片 翻动的速度越快 看到的动画越流畅 而刷新率就是屏幕每秒刷新的画面数 比如120Hz就相当于每秒 翻动120张页面 这个数值越高效我越好 现在的电影帧数标准是24帧 而超越标准以上的货比特认为48帧每秒 比例年的中场战数是120帧每秒 所以带来的视觉体验是相当震撼的 说了高刷屏幕我就想到了一加手机 一加不仅最早采用了高刷新率屏幕引领了行业 而且对高刷屏幕的应用也是最好的 于是我尝试联系了一加 没想到还真申请来了他们即将发布的一加8T 这款手机拥有120Hz的高刷新率 于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了让你们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到螺旋手里 我找大佬开发了一款控制图片旋转的APP 并且可以自定义旋转速度 半方镜头下可以看到同一时间下多张图片重叠的效果 也就是旋转的重叠 动画中就是四股气流中间重叠的部分 设置不同的转术 可以看到视觉图像正转 逆转 摆动和肌肤不转的效果 我们将一加8T的效果与上期30帧视频对比 可以看到120Hz下才能看到明显的条纹重叠 条纹旋转也更为流畅 将120Hz和60Hz的屏幕对比 慢镜头下也能看到120Hz屏幕展示的效果更好 为了更好的展示区别 视频画面中经过10%慢放处理 更细时真实的视觉效果只能在真机上才能感受到 看到这个画面才知道 这才是更接近螺旋手里间转起来的样子 屏幕稍息率越高流畅度越好 再举一个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例子 比如王者荣耀开启高阵率模式玩一段时间后 在关闭高阵率之后就会觉得很卡 高刷线率对手机的意义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通用的图片旋转程序 尽管做出来的起因是为了模拟螺旋手里间的旋转 但它的玩法还有很多 比如这是教室头顶的三叶风扇 再比如这是之前提过的汽车轮子 再比如这是有的视频里面出现的螺旋桨 甚至就连最近大火的玲珑灯塔 我们都可以拿来转一转 万物接口旋转 图片是变化的 但旋转的原理是固定的 这些条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大家可以去翻翻往期的视频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如果屏幕每次刷新 刚好图片就旋转了整数圈停留在原位的话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几乎不变的条纹 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知道 刷新率越高画面产阳越多 谈影细节更丰富 这就是我选择120Hz的原因 本来这期视频就是想测测屏幕 但这段时间用下了 这个手机没想到充电也是意外自行 一加8T是65W快充 20分钟大概能冲70%的点 早上洗个脸的功夫就能解决续航焦虑 回到最上面的问题 当你也像我一样体练不出查克拉时 或许在手机里面模拟图片的旋转 就是观察螺旋手里剑最好的方式吧 当然最好是用120Hz到一加8T手机来观察 螺旋手里剑能赚多快 通过这款APP 这次你应该有了更为直观的体验 再回过头去看这一大段旋转模型理论 是不是就能恍然大悟 螺旋手里剑居然还能这样吗 说声声数牵手有多大 任数牵手有多少只手 回音动画和漫画中都没有明确结论 我很好奇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 揭开这些秘密 众所周知 先把目尊 任数牵手 也在画佛 由牵手 大佛 巫人三部分组成 想要算出整体高度 大佛和巫人就成了最完美的参考戏 动漫里大佛列出九尾后 逐间骑着巫人 指出扩安入场垂首当九尾沉碎 画面则逐间笔直到站在巫人的鼻子上 墨摆可可的树间身高为185.1厘米 巧那眼一样 我们描出 目人的脸部轮廓 通过软件内的相当比例 可得目人脸宽15.52 脸高17.12 你看这个链真是有答有愿了 退回到大佛抚摸九尾的画面 根据佛底目人的脸宽 很急从算出大佛脸高为79.84米 再通过牵手大佛的完整制度 可以算出 真数牵手的总高度达到了631.13米 这个高度居然和中国最高的建筑 上海东信大厂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于迪拜塔的828米 我惊呐 先把真数牵手竟然恐怖如斯 怪不得斑斑看了会沉默 九尾看了会流泪 这一切的背后 是人性的流去还是道德的沦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查 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来 数数牵手到底够不够一千只 从正面看大佛的手每层都有三圈 为方便技术 我们选取牵手右侧的一半方面进行研究 描出所有手的轮廓 可以数出正面最外层第一圈14只手 第二圈15只手 第三圈27只手 可这也只是最外层每一圈的数量 这数牵手共有几层 漫画中似乎可以数出有多少层 可由于视角斜是导致能数到的层数 严重偏少 动画中也没有其他画面可供参考 怎么办 我发现每一层第三圈的手 几乎都符合最密追击原理 及插控分布法 外层的每只手放在内层两只手的空隙 即每一层第三圈手数是插之为一的等差数里 由于这部分模型相当于1分之半球 最里面那层第三圈其实就只有一只手 有等差数列分布可得 第三圈所有乘的总数量为378只手 假设第二圈和第一圈都符合最密追击分布 按照上述方式可以算出第二圈总数量120 第一圈总数量105 总和为603只 别忘了这只是一半的数量 那么真数牵手手的总数则为1206只 当然这只是粗略估计 由于画面中第一圈和第二圈画的过于奇数会影响计算 实际手的数量应该会大于这个数目 真不亏叫真数牵手 果然手的数量超过了1000只 这是什么概念 1000多个小圈圈垂向九尾 也能直接将威装虚招打包 这就是站在人间天花板上男人的忍数吗 怪不得斑斑看后 今天我们计算了先往目盾 真数牵手 底上画佛的高度 和真数牵手的数量 我猜案本也不知道吧 要不顶上去让案本看看